阿娇才刚认爱 一届王阳宁 南方遭报一劈腿 香港女星阿娇日前认爱 与有一届王阳宁指称的赖红果的交往中 不过随即就有为F奶妹女晒合照 还喊赖红果为老公 现在又传出赖红果9月初 与一位墨镜大奶妹童游东京 疑似劈腿 不过遭到南方否认 据镜周刊报道 阿娇与赖红果10月6日认爱 还坦诚已交往一个多月 不过赖红果遭报9月初 与一位大奶妹 及另外一对医师夫妻道 东京旅游 因此让外界质疑赖红果有劈腿之险 而这名大奶妹 不是第一次陪赖红果出国 今年年初也曾一起到国外度假 两人关系令人猜疑 对此 赖红果透过诊所回应 与阿娇从认识到交往 没有跟其他女生交往 或有爱美关系 自杀 不能解决难题 求助 才是最好的路 以借王阳明赖红果 目前属于薛博人医院团队议员 徐伟宁新婚 曾与前女友论结婚嫁 二大原因 鸡彩刹车 徐伟宁遭镜周刊 拍到与一帅气男子食指交扣 两人看电影后 对方还送他回家 疑似身边有了新的护花使者 这名帅气男校刘又年 曾是伊林男模 更是女星李香之子 联合报掌握独家消息 刘又年曾有未论结婚嫁的女友 名叫房静 也是模特儿出身 还演过戏 外形神似影后张曼玉 如许北宁传出新恋情 南方也被起底 刘又年是1982年 出生 身高193公分 虽有个星妈 但从未想过走明星这条路 高中就立志当摄影师 毕业自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 作品曾获得旅乐 顾常委等大师及摄影师的青睐 刘又年高大郡帅的外表 也吸引不少异性 事实上 他几年前和当时的女友方静论结婚嫁 方静是演员兼模特儿 外形相当亮眼 有小张曼玉之称 拍过多部广告 戏剧 电影 去年演过电视剧滚石爱情故事 刘又年和方静在世 夜上相当契合 嫉妒论及婚嫁 只不过 他们最后还是跌不过远距离恋爱 加上个性差异等因素 最终婚姻皆踩刹车 婚约也没了下文 而联合报私下查访后 知情人士表示 刘又年和方静在一起很多年 但后来南方多在大陆发展 也因此远距离的感情没有继续 已分手很多年 徐伟宁男友遭切底 曾是伊林南母的新二代 徐伟宁爆出新恋情 北京周刊拍到与一位身形高大 戴着眼镜的男子 约会看电影 两人还实质紧扣 看似一对热恋中的情侣 据查 徐伟宁男友名叫刘又年 1982年出生 身高193公分 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 和徐伟宁十分相配 她是女星李香的儿子 曾在伊林当过模特 伊林表示 跟又年的合作关系 一直都非常好 她是一个很有才华的 男生 如果有新的恋情 也很祝福她 伊林总经理陈马若 对她评价很高 认为她未来的才气 无可限量 刘又年近年来转行 当起摄影师 赴中国大陆发展顺利 她的作品 由六弄咖啡馆 万见穿心 对新恋情曝光 徐伟宁大方承认 透过经纪人回应 就是正常交往 希望外界平常心看待 对新恋情曝光 若俄 亏蝎 美国疾病人 满若 legitimately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